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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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堂的聚会是我来跟大家分享的 那我们这六堂的聚会 我们要用的圣经的经节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请有圣经的人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 从第十七节开始 有圣经的人请你的圣经翻出来以后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 请你现在站起来前后左右看一看 有哪些福音朋友没有圣经 把你的圣经借给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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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请手上有圣经的人帮帮忙 我们一同从第十七节开始读 我们可以读到第三十节 我们可以读到第三十节 有哪些福音的人帮忙 我可以读到第一十节 再也沒有人善的 堅定是超德的 不得殺人 不得堅定 不得過道 不得作家見證 不得為主人 當孝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 父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 耶穌看他 祖父愛他 耶穌說 你們還介紹一件 去遍滿你所有的特別的窮人 就必有災暴在天上 你還要帶人從我 他聽見這話 臉上就變色 又又說說的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周圍一看 對門徒說 有現在的人精神的 我適合的人啊 門徒信心他的話 耶穌又對他說 小子 你到現在的人精神的 我聖得的人啊 諸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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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阻盡神的 我愛你呢 門徒就分開氣息 對他說 這樣誰能得救呢 耶穌看他 祂說 再也更是不能 再是絕快 因為神還是懂的 彼得就對他說 當然 我們已經以下 所有人很聰明了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能為國國地民主下皇后 或是弟兄姊妹 父母而言天地 沒有再及世可來的 就是皇后地兄姊妹 父母而言天地 必須要出國 再是一個人生 好 好 好 夠了 夠了 我們現在 請大家專注在第二十七節 第二十七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卻不然 因為神 凡事都能 那我要看一看 我們有沒有可能 念幾遍 這節聖經的後半段 就可以把它背下來 預備好了哈 好 現在請把聖經合起來 不要偷看 不要偷看啊 在人 是不能 在神 卻不然 因為神 才是不能 哇 你們真的聪明 背得真好 為什麼要請你們背這幾句話呢 是因為 我心裡面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那就是 無論你今天 在這裡 得意 還是不得意 無論你 無論你今天在這裡 覺得自己很有辦法 還是覺得自己走投無路 我都願意告訴你一件事 你跟 你跟我 是人 聽清楚嗎 你知道有些人 說不了這句話的 他哪裏是人 他哪裏是人 他禽獸都不如 但是我假設在座沒有這樣子的人 我們都是人 在人 是不能 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 無論你有多大的本質 無論你多聪明 無論你多能干 無論你多漂亮 無論你有多好的學位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那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總會有一件事情 早晚你會碰到 是你搞不定的 如果你傻里傻氣的跟我說 我就沒有耶 我什麼都靠自己啊 人定勝天 如果您是這樣子的人的話呢 我就跟您說一句 別急 總有一天 當你牙齒疼的時候 你就不會跟我講 靠自己 不看牙醫 牙齒疼是小事 雖然疼起來要命 你都需要靠人 但是生命中有好多的事 不是你肉體疼了 心疼啊 心疼啊 哎呦 就昨天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女生 哭的咧 為什麼哭啊 還不是一個沒良心的男人 不理他了 傻呀 我跟他講 孩子啊 那個笨蛋不理你了 是他的損失 不是你的損失 我講的好輕鬆 他一邊哭一邊點頭 還要哭 我說你真相信我這句話 你哭什麼呀 親愛的朋友 你是人 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人的時間有限 人的智慧有限 人的能力有限 人生早晚碰到一些事 是你我這個有限的人 搞不定的 當你碰到這樣事的時候 我盼望你能夠記得 你今天晚上在這裡 背的 這幾句話 因為這幾句話 告訴你說 在人 怎麼樣 在神 因為神 記得住嗎 在人 在神 因為神 因為神 我求求你記住 為什麼我要求你記住呢 因為早晚有一天你碰到真的覺得不能的時候 我希望你想起來 你不是走投無路 你不是無藥可救 你不能 然而在神卻不然 有一位神 無限大的神 比你本事大太多太多倍的神 到那個時候 很可能 你去投告他 這一位無所不能的神 能夠帶著你 能夠牵著你 甚至於能夠抱著你 走過那一段 痛苦 黑暗的日子 這是為什麼我希望你牢牢的記住這句話 在人 在人 在神 因為神 人 跟神 中間有一個不可以跨越的鴻溝 這是 愚笨的人 很難接受的一個事實 聪明的人很容易就想懂 人跟神中間有一個不可以跨越的鴻溝 因為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人是有限的 神是無限的 有限的人 要用他三棒棒的小頭腦 去把無限大的上帝 分析研究 搞清楚 這個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這是搞不定的事 但是很多人驕傲到一個地步 你 常常跟你說 哪裡有神 你為什麼會相信有神 有神叫他來給我看一看 如果有神他讓我考試及格 如果有神他讓我找到工作 如果有神讓他把我身份辦好 如果有神讓那個女孩子喜歡我 當我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只不過表明出我們不認識 什麼叫做神 這一位無限大的神 別說你叫他來給你看一看 你是叫不來的呀 聽明白嗎 有一年我到紐約去辦事 日子選的不好 開車開到一個地方 前面不能走 後面不能退 塞在那裡 塞了一個多鐘頭 塞在哪裡呢 剛好就塞在聯合國大廈的外面 那為什麼會塞呢 因為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領導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要跑到紐約來開會 所以交通管制 我在那裡等他們要讓我們過的時候 我發現旁邊有一堆的人拿著黃布條 而且一看就是中國人 因為上面寫的是中文 然後這些人呢 可凶啊 大聲的叫啊 江澤民你給我出來 一二三江澤民你給我出來 一二三江澤民你給我出來 哇叫好大聲啊 請問各位 這群法輪功的人 能把江澤民叫出來嗎 叫不出來啊 各位 如果 連江澤民你都叫不動 你怎麼這麼大口氣啊 叫上帝來給我看看 你知道神黏明你啊 不讓你看啊 他要真讓你看看你就沒了你知道嗎 人跟神是沒有辦法相提並論的 人對神的認識 人對神的認識 是極其有限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說 關於神的事 人所能知道 原顯明在人的心中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羅馬書的這句話 就告訴我們說 關於神的事 有一些 是人 可以 知道的 人有可能 知道的 因為神 已經把這一部分 啟示出來 但是關於神的事 還有很大一部分 是人 永遠沒有辦法知道的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說 人到神的面前來 必須承認有神 一個人如果想要認識神 一個人想要知道有沒有神 想要跟這個神有一點關係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他必須承認 他是人 而那一位神是超越他所能理解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心態 親愛的朋友讓我告訴你 我們不是常常說 門都沒有嗎 在美國有的時候喜歡開玩笑 我們就說不只是門都沒有 沒有 連窗也沒有 但是這句話 有一年我到西雅圖去的時候 我說不但門都沒有啊 連溫灶也沒有啊 台下一個人抗議 因為他們是微軟公司的 因為他們是微軟公司的 人跟神 這個不可跨越的鴻溝是我們必須先認定的 我做研究生的時候 我去念的那個學校 有一個好奇怪的規定 研究生 外國的研究生 一定要修四門課 少修一門都不行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規定奇怪 這個要修四門課不奇怪 奇怪的是說 你如果交了四門課的錢 你有興趣修第五門 你有興趣修第六門 通通不要錢 聽明白了 請記住啊 我來念書的年代跟你們不一樣 我來念書的那個年代 咱們中國留學生只有一個字形容我們 窮 而且是真窮 不是假窮 現在留學生不得了啊 什麼一下飛機 就搞手機 就買車子 然後還要問 放假怎麼反飛機票回家 我們那個年代 十年二十年回去一趟笑死 聽懂嗎 因為真窮啊 我到美國的時候 兩個皮箱 還有一屁股的債 一屁股的債 請問各位我們這些窮流學生 聽說交了四門課的錢 第五門 不要錢 第六門 不要錢 選還是不選啊 選 都選 這不要白不要嘛 可憐啊 哪裏知道選了以後才上當啊 哪裏知道美國念書是要命的事情啊 念書本身就要命 更要命的是有幾個教授他在上面講話你在下面一句也聽不懂 因為有印度教授 蛊死啊 我告訴你啊 而我們那個學校呢 研究生 只准你 有三門課 不及格 如果你滿了三門課不及格 意思是什麼 懂不懂 退學 走人 我們這些新的學生傻里傻氣的崩下五門課六門課 到了學期結束你猜是什麼樣子啊 就有一些掛了 因為已經滿三門課不及格的就走人了 那還有一些呢 兩門課不及格的 要不要嚇死了 真嚇死了 這再一門就完了 而且你們千萬不要忘記了 你們現在高興唸就唸 不高興屁股一拍回家 那個年代誰敢回家 那 全街坊鄰居都要笑死咯 開玩笑 那個時候你知不知道有幾個人可以出國呀 光簽證簽死你啊 等到你真正可以走的時候 吃飯吃不完呢 全世界的人都要請你吃個飯啊 你吃了那麼多飯你現在出來你要回去啊 我們那個年代的留學生呢 要不然把它唸完 要不然就不見了 沒有一個回去的一個都沒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有的同學三門課已經完了 只好趕快轉學去找一個其他比較爛的學校去年 有的兩門課 絕大部分的中國同學 至少也都有一門課不過 好了 第一個學期吃了大虧 剛來美國那個傲氣都沒了 你知道嗎 本來都以為自己 不得了啊 那個年代有幾個人來啊 哎呀 真的覺得多棒啊 第一個學期打了個狗血淋頭 哎呀這書不好念啊 怎麼辦啊 好了要選課了 怎麼樣你猜我們選幾門呢 不行 一定要選四門 這是學校規定的 有沒有人選五門啊 一個都沒有 乖呀 每一個都四門 我早上才去把那個選課 選的四門課 下午有一個同學來找我 哎 走走走走走 幹什麼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一聽說他告訴我好消息 我就問哪里大減價 哪里大減價 我們這些求留學生什麼東西叫好消息啊 就哪里減價才是好消息嗎 還有什麼好消息呢 他說不是大減價 我說是什麼 他說學校啊 有一個新的教授 剛剛從MIT來 我說MIT來有什麼了不起 干我什麼事 他說這個教授啊 跟我們同學聊天 告訴我們說他開一門課 他這門課 沒有Homework 平常不要交作業的 沒有Quiz 沒有臨時考試 沒有小考 沒有期中考 也沒有期末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他有什麼 他有十個正名題 因為那是個數學課嘛 他有十個正名題 我說不選 他說拿回家做的正名題 這下要不要動搖了 哎中國人平常是不團結的 但到這個接骨眼我告訴你啊 我們一直對外 那個同學跟我講 你要不要 我已經找了四個了 加你一個五個 咱們五個人一起選 一人負責兩題 就可以省幾千塊錢米金啊 要不要省 省 我們一個同學還真好笑 他講一句 呼爬呼 跟他拼了 我告訴你啊 我選了以後我後悔 為什麼後悔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上課的第一天開始 我坐在那裡 我就沒一句聽懂 我就發現這個教授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講了個半天 我都余裏霧裏啊 我就心裡在納悶了 我說這下糟了 這個題目出來怎麼辦呢 結果到學期快結束的時候 題目來了 我分了兩題 我那兩題到現在都記得好清楚 第一題啊 一個自然數 懂不懂什麼叫自然數 一啊二啊三啊四啊 這些自然數 無論你加他多少次 永遠不會等於無限大 證明之 好玩吧 好玩吧 這一題我一看就暈了 第二題 第二題 更狠 第二題是什麼呢 第二題是 如果有一個東西不存在 你要證明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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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了 因為證明題有兩大類 有一類 有一類是可以證明的 有一類是不可以證明的 而不能證明的題目裡面 又分兩大類 有一類是你可以證明它是不能證明的 挺清楚沒有 那這一題呢 就是你可以證明它是不能證明的 證明之 我講的清楚不清楚 清楚啊 我告訴你這兩題啊 整死我 但是這兩題啊 後來我越想 越有意思 因為第一題啊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有限跟無限 是有不可跨越的鴻溝 一個自然數是有限 無限大數無限 有限的自然數 隨便你怎麼玩 它永遠有限 一個人如果真的懂這個道理 一個人到上帝的面前 就可以稍微謙卑一點 而神 抵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如果一個人謙卑一點的承認 我不過就是個人嘛 我真的很多東西是不會懂的 如果不是你啟示 如果不是你怜悯 如果不是你恩戴 我不可能懂的 第二題也很重要 因為第二題其實告訴我們什麼 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你要證明它不存在 是可以證明你是不能證明的 所以 無神論是百分之一百的迷信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神 我們是可以證明你是不能證明的 我們是可以證明你是不能證明的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是吧 如果沒有神 而你要證明沒有神 我們是可以證明 我們是可以證明你是不能證明 一個理念 一個概念 你不能證明 又沒有證據 我就要信 我喜歡信 我舔了心要信 這叫什麼 這叫迷信 合理不合理 不能證明 沒有證據 我就是高信心 這叫什麼 迷信 無神論就是迷信 為什麼這麼說 不能證明 有沒有證據 來幫幫忙找個證據看看 說根據這個證據 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 一看這個證據很合理的推論 肯定不會有上帝 找找看 你找不到的呀 沒有啊 隨便你找出一個什麼證據 你自己想一想 這個證據能夠讓你相信 沒有神嗎 靠不住的呀 有一個孩子自己以為自己很聰明 跑來跟我講 叔叔啊 我有一個證據 我什麼證據啊 從來沒見過 我說從來沒見過 所以合理的推論就沒有 是吧 當然 從來沒見過 合理的推論 就是沒有 我再講一遍 從來沒見過 合理的推論就是沒有 我說見過你曾祖父嗎 這孩子很可愛 嗯 好吧 不能證明 沒有證據 算我迷信 叔叔 你相信有上帝啊 當然喔 可以證明嗎 不好意思耶 也不行耶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叔叔太笨 上帝太偉大 人太渺小 渺小的人怎麼能夠證明 無限大的神嗎 證明不來的啊 你也不可以證明喔 不可以耶 那你有沒有證據呢 你有沒有證據 讓我們看一看 看看這個證據 很合理的推論 肯定上帝的 我說有耶 有什麼證據啊 我說很多耶 我說很多耶 講幾個來聽聽嘛 我說好 講幾個證據給你聽聽 第一個證據 耶穌 這算什麼證據啊 我說這怎麼不叫證據呢 他說有耶穌 這跟有神兩回事啊 耶穌不過是個 猶太的人的木匠嘛 怎麼說有耶穌 就是一個證據 說因為有耶穌 所以很合理的推論 一定有上帝 你這個是哪一門子邏輯啊 哎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說耶穌啊 他告訴我們他上帝啊 聽明白了沒有 現在有一個人來告訴你 你不要問有沒有 我就算 這個證據還不夠啊 你要什麼證據啊 哎 假如說你們在座 有一個人說 不知道 劉長老來了沒有 問哪問哪問了 問了半天 有沒有劉長老 劉長老這個人在不在 找什麼找 就是我 啊這個證據不夠嗎 你還要什麼證據啊 你還要什麼證據啊 是有沒有上帝 有沒有上帝 有啊沒有啊有啊 有啊沒有沒有沒有 講了半天 耶穌你在想什麼 我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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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的呀 你知道那個孩子看我看半天啊 孩子看我 因為他以為我有病你知道嗎 他叔叔啊 聽說你是念了個博士啊 哎 我說是啊是啊是啊 他說我還聽人家講 你拿了好多美國的什麼專利啊 什麼的是吧 哎我說是啊是啊是啊 他看起來你不傻嗎 我說你講這話什麼意思啊 他說耶穌這個人 他說他上帝 你就信啊 他說我明天跟你講我上帝呢 我告訴他 我說孩子搞清楚哦 美國這個自由國家 美國這個自由國家 什麼話都可以講 聽懂嗎 美國政府 混蛋 可不可以講 沒關係儘量講 哎呀 歐巴馬真醜 可不可以講 可以 啊聽說哪一個 這個州長哪個高官貪污 可不可以講 儘量講 沒關係你講什麼都可以 是自由國家民主國家 高興講什麼講什麼 我說孩子我告訴你 有一句話不能講 他什麼話不能講 我說我告訴你 美國只有一句話不能講 哪有這個事 我說有 什麼話呢 I'm God 我上帝 我說你這句話 千萬不要講啊 為什麼啊 他說我告訴你 就在紐約 一個很大的醫院 叫 Belleville Hospital 這個醫院沒有一層樓啊 這一層樓叫做 The Hall of God 全樓住的全是上帝啊 你到那個樓裡面去 我告訴你啊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黑的 白的 什麼樣的都有啊 他看到你來了 他馬上講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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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 看看我 看看我啊 You know who I am 你知道我誰嗎 I'm God 我 我說這話不好亂講的呀 你們知不知道 那個李老師就住在我們紐約西亞 那個會轉啊轉的那個 你千萬把李老師跟劉老師搞得一塊 哈哈哈哈哈哈 跟張老師也不是一路人啊 我們教會有一個沒有信耶穌的朋友啊 有一次來聽我講道 我一 就講這個事 他可生氣啊 聚完會就跟我講 你講你的耶穌就好了 你講我李老師幹什麼 還凶我啊 我說 我講你們李老師只講一件事 我就說他什麼話都敢講 他在美國就是不敢講他是God 我說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不敢講嘛 他就是不敢講嘛 因為他一講他就搬到那裡去了嘛 他好生氣啊 他說我告訴你 我沒有看過你這個樣子的人 我再也不來你們教會了 搞得我好難受你知道嗎 我也不是故意我不是講假的 所以我講的真的是嗎 我沒有造謠啊 你幹嘛那麼生氣了 他沒有講他 是告的是真的嗎 那不可以講啊 不來了 真的不來了 我找他的朋友打電話就請他了 不用給我打電話 沒見過你們教會那個沒修养的人 哇把我罵了沒修养 六個月以後 六個月以後 有一天我在講道 肯定 怎麼見過他 是他嗎 是耶 怎麼會來了不是說不來的嗎 講完道我就去找他 我說你怎麼來了 你知道我這句話一問他哭了 大男人啊 哭了 你知道為什麼哭嗎 他告訴我 他說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相信的呀 我自己練了 我知道這是真的呀 我說那現在為什麼你哭呢 他說有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他想買東西 他就趁著中午吃飯呢 就到那個購物中心去 要買點東西 結果他到了要買東西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遠遠遠遠的地方 停了一步很長很長的黑車子 然後他發現裡面走出來三個男人 旁邊兩個他不認識 中間的那個 那可是他每天看的人 他遠遠的一看就知道是誰呀 哎呦我給你講他興奮的呀 他簡直興奮的不行啊 衝啊衝啊衝過去啊 他說我做夢都沒想到 我衝到一半 那李老師戴著兩個保鑣 趕快上車就逃跑了 怕他知道嗎 你看一個人衝過來 不知道這個人來幹什麼 他說站在那裡看他那部車子開走的時候 他所有的夢想全幻滅 連我都會怕 各位 讓我告訴你 耶穌說他是God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啊 這是好強的證據啊 這是好強的證據啊 因為他不是神經病啊 他不會搬到Belvet Hospital 你知道嗎 人類的歷史上 你去考究一下 許許多多不相信耶穌的人 他們對耶穌有各樣不同的評價 有的人說他是宗教家 有的人說他是道德家 有的人說他是教育家 還有人說他是自然科學家 人家有道理的啊 因為他講這些鳥啊草啊花 講很多呀 當然也有人讀聖經讀得出來 知道說他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 他真的無產耶 他真的無產 不像現在講無產主義的人都很有產啊 他是真的無產 他窮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他窮到有一天當時聖殿的人 要跟猶太人的每一個男兵收五毛錢 叫丁税 他們跑來收的時候呢 耶穌大概在裡面睡五覺 這是我自己講的啊 神經病這樣寫 彼得在門口看到了說 你們找誰啊 那你說我們聖殿來的 我們要收丁税 你跟你師父兩個人一塊 彼得說一塊 一塊就一塊 沒 一塊也沒 那彼得沒錢他怎麼辦 找師父嗎 進去找主了 人家要來要錢了 要一塊錢 怎麼樣想想辦法嗎 耶穌看看他 你沒有啊 別說沒有 別說我也沒有 是你說要交的啊 我沒說要交啊 哎呀彼得傻眼了 師父這不行啊 要交沒錢就是沒錢了 這怎麼辦呢 那耶穌只好跟他講 那沒錢沒錢去釣魚 釣魚 釣魚那要釣到什麼時候啊 而且釣魚 你這個魚釣回來了 也不是一塊錢啊 可是主跟他講 叫釣魚 他好聽話啊 彼得傻釣了 那最奇妙的是什麼事呢 哎 那加利利海裡面 就有一條笨魚 那麽聽話 那麽聽話 在海裡面到處游來游去啊 要找一塊錢 找到了以後 他把那一塊錢含在嘴裡 然後在想這個彼得要在哪裡下溝啊 然後他就在那邊等著彼得下溝 哎呀可憐的這條魚啊 嘴裡含著一塊錢要去咬溝兒 累死他我告訴你 哎 你們讀聖經讀到這種地方 會不會覺得很奇妙 怎麼有一個魚這麼聽話 他聽誰的話 聽耶穌的話 他憑什麽聽耶穌的話 因為他是God嘛 聽明白了沒有 在所有神的創造裡面 不管是大的小的 不管是美的醜的 都聽上帝的話 你知道嗎 只有一種東西不聽上帝的話 你知道什麽東西嗎 就是人 所有其他都聽話的呀 救人不聽話 救人難搞 但是奇妙的是什麽呢 這一位耶穌 他就是要來救人 所以你如果看到耶穌 你就不要再問有沒有神了 因為他真神啊 你想想看 這神不神 魚這麼聽他的話神不神 風和海聽他的話神不神 你看看耶穌在地上做的那些事情 哪一樣不神 有的人就跟我講 我怎麽知道那是真理啊 唉我說等一下 如果那些是真的 你承認不承認他很深 如果那是真的 你承認不承認那很深 承認不承認 一定要承認嘛 那你怎麽知道是真的那個很簡單 明天後天再講 但我現在先告訴你 如果是真的 你看看耶穌在地上做的事 神不神 蝦子可以看見 蝦子可以行走 長大麻蜂的可以得洁禁 五個饼兩個魚可以叫上萬的人吃飽 神不神 真神啊 真神啊 他做的是神 哎他說的話神不神啊 他說的話也很神你知道嗎 他說他是道路 他是生命 他是真理 神不神 多奇妙啊 一個人怎麽可以成為我們的道路 一個人怎麽可以成為我們的生命 怎麽可能的啊 那如果是呢 如果是呢 你要怎麽說 如果是你應該乖乖的說那真神啊 對不對啊 再想一想 耶穌啊 人類中所有的人裡面 誰是第一個知道耶穌是上帝的 彼得 在猜啊 不知道就猜沒關係的 誰啊 瑪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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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亞是誰啊 她娘啊 有沒有想過 十幾歲的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 據說她應該是十八九歲 可年輕啊 這麼個小女孩 有一天一個天使 向她顯現 蒙大恩的女子啊 嚇死她對不對啊 今天很多人就傻里傻氣 要叫上帝給她看 我說你千萬不要 真的千萬不要 一個天使來就把你嚇死了 哪裡還要等到上帝呢 這天使跟她講蒙大恩的女子 你想想看這個小女孩不嚇死了 更可怕的是這個天使跟她說什麼 你要懷孕喔 你要懷孕喔 而且你的懷孕啊 你要生個上帝喔 你是瑪莉亞你信不信啊 我要幹嘛 我要懷孕 然後呢 要生個上帝 他能信嗎 各位我告訴你 瑪莉亞那時候結婚了沒有 沒有結婚懷孕 現在不稀奇啊 我告訴你啊 我到今天都記得 我小學六年級的那個時候 這多少年前的往事 比你們都 絕對的年齡 大部分的人年齡都大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 我們全班呢 發瘋了 走走走走走 我們都不要回家 什麼話都亂講 為什麼不要回家 我們今天要翻過那個山頭 到那個村莊去 為什麼 你沒有聽說啊 那個村莊 有一個更加剪頭髮的女孩子 沒有結婚就懷孕啊 我們全班都要去看一看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沒看過 各位 耶穌那個年代 一個沒有結婚的女孩子懷孕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要用石頭活活打死的呀 你是瑪莉亞 現在天使跟你講 蒙達恩的女子 你要懷孕了 他下面想什麼 死定了 那我不死定了嗎 是不是啊 他怎麼肯啊 他不肯啊 已經難了 再想一想 他終於被天使說服了 好了我聽上帝的話 好懷孕就懷孕吧 我認了 他要去告訴誰 要告訴他的未婚夫 是不是啊 他未婚夫叫什麼名字啊 Joseph 欸 Joseph Yes darling 有什麼事情啊 我 我 我 你怎麼了嗎 我有了 欸 你想一想啊 那Joseph 要抱他嗎 要親他嗎 要好高興嗎 不會的呀 那約瑟一天 待在那裡啊 有人猜他的第一句話說 Not me 我沒有幹啊 你怎麼會懷孕啊 難不難 多難啊 多難啊 但是約瑟真好耶 約瑟真好耶 約瑟就乖乖的把他取來啊 我告訴你啊 約瑟心裡 我是以小人之心啊 度君子之父啊 約瑟心裡一直在想 等你伸出來看是個男的還是女的 聽懂了沒有 因為猶太人都知道 上帝有一天到地上來做人 一定是男的 你要生一個兒子 天使跟他講說 你要生一個兒子 他告訴Joseph 我有了我要生個兒子 他就是上帝 你想想看那約瑟 這口氣怎麼吞下去啊 所以耶穌是這樣 如果是一個女孩子 你這個謊言就撤穿了 對不對啊 但各位你都知道 瑪利亞從懷孕開始就知道 耶穌是上帝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看瑪利亞的一生呢 她從來沒有懷疑過耶穌是上帝 知道嗎 她從來沒有懷疑過 你記不記得在那個 迦南的婚禮上 記不記得啊 哇到那個婚禮上 你知道那個年代婚禮不是現在的婚禮啊 那個年代在農村的婚禮啊 那可是全村子裡面的大事啊 那個年代那些種田的人 他們的生活說句實在話 悶啊 無聊啊 太陽起來了幹活 太晚下去了睡覺 沒有電視 沒有小說 沒有Internet 沒有QQ 什麼都沒有 這些人突然聽說 哎呀 有一個婚禮啊 高興不高興啊 可高興啊 所以你知道那個時候的婚禮不是吃一頓飯的啊 那是連吃多少天的啊 吃了喝喝完跳跳完再吃吃完再跳 好 累了 累了躺了睡一覺明天再來 結果那個婚禮 沒酒了 你想想看 馬利亞 馬利亞 為什麼去找耶稣 沒酒了 大家就拍屁股回家了嗎 還要干嘛 因為馬利亞知道耶稣是God 他知道耶稣有辦法 所以他去找了耶稣 碰了個軟釘子 但是他還是跟那個仆人講什麼話 他叫你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說 他確實實地相信 他的兒子是God 在他沒有難成的事 在他凡事都能 這樣聽明白沒有 各位 馬利亞 如此堅定的相信 甚至於到耶稣定死在十字架的時候 馬利亞還相信 因為他知道這個兒子怎麼來的嘛 聽明白嗎 讓我告訴你這件事 如果馬利亞相信他是God 我請問你 你有什麼理由不相信他是God 你要知道 你什麼人都可以騙得到你知道嗎 有一個人你是不要想騙的 那就是你啊 你有種你今天回家去試試看 你說娘啊 我God的啊 你看你娘信不信 各位啊 如果他娘相信 這肯定是真的 聽明白沒有 在座有多少人看過 中央電視台 採訪李老師的媽媽 你們都太小了 哎呀那一段可好玩了 我告訴你 講了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到最後最經典的就是結局的一句話 你對全國同胞有什麼話說 你們千萬不要相信他呀 他可以騙所有的人他騙不了他娘的呀 耶穌的媽媽相信他是God 耶穌的弟弟相不相信他是God 開始當然不相信啊 那我也不相信啊 那跟耶穌兩個正在搶玩具 他媽媽看了 不要跟他搶 為什麼不要跟他搶啊 他是God 他欺死我 他是God我給他兩錢 這些跟耶穌一起吃飯一起打 一起玩一把長大的人 他怎麼會相信耶穌是God的 隨便他媽說什麼他們都不信了 我告訴你 但是各位 但是各位 耶穌的弟弟們 後來信了沒有 聖經裡面有兩卷書 是耶穌的弟弟們寫的 聽懂了嗎 尤大叔 雅各叔 各位你要搞清楚啊 耶穌說 我是上帝 他有沒有人 有沒有證人啊 他娘 他弟 怎麼樣你服氣不服氣 你說我不服氣 他們都一家人 他們趁頭好的要來騙我們 你說這個話 就證明你完全不了解 猶太的文化 你要知道猶太人的文化 什麼事都可以騙的 所以你跟猶太人做生意小心點 你要做生意做贏他們不容易的喔 不容易的 我有經驗 但是各位我告訴你 關於God的事情 猶太人你打死他 他也不會說謊 懂不懂 因為這個在他們的文化裡面 這是根深蒂固啊 而且你要知道 關於神的事 你如果說謊 只要給由另外一個猶太人知道 怎麼對付你啊 石頭打死你啊 哪有人這麼傻啊 什麼謊話不好說 說這個啊 請問是不是只有耶穌家裡的人知道他是上帝啊 那可不是啊 相信的人可多了 是不是啊 請問你 那些相信耶穌是God的人 為什麼相信啊 他笨 他笨 不是 這些人要相信耶穌是God 要付什麼代價 你知不知道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 有一個賣了他 對不對 剩下十一個 有一個最後送到拔摩海島去衝軍 還有十個 你知道那十個 下場如何 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來講 每一個有好死的 全殉道的 他們為什麼殉道啊 他們相信耶穌是God 聽明白沒有 他們只要不相信耶穌是God 他們就沒事了 但他們相信耶穌是God 相信到一個程度 是把他們的命都擺上 他們是用他們的生命來見證 耶穌是真的 是真的 他真的是God 所以各位不要浪費時間了 在你們講 哎呀進化論啊 又是這個論 那個論 其實你也不懂 是不是啊 很多人跟我講 講了半天我說 你學這個的啊 不是 太好笑了 你就是真的學這個的 你仔細的想一想 你真的相信沒有God 你有什麼證據 不要在那裡騙自己 說沒有神沒有神沒有神 沒有證據 不能證明 你要幹什麼 我們相信有神 是因為耶穌說 他是神 耶穌說他是的 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證據 支持 說他是 這幾天 反正 你也在這 我也在這 我們沒有什麼別的好談 我們好好來談談耶穌 我們講耶穌是God的證據 不要說這六堂來講 講不完 六十堂都講不完 如果 如果面對這些證據 你還不肯 相信耶穌 那我只有一句話 你厲害 有人可以迷信到這個地步 不看證據 不看證據 我曾經碰過一個人 這個人妙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請我說 劉老師請你幫幫忙 勸勸他 我跟他談了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快結束了 他突然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可不可以請你幫個忙 我說什麼事啊 他用英文講 他說 Please do not confuse me with fat 請你不要拿這麼多事實 來把我搞糊塗了 他說我坦白告訴你 我才不管有沒有上帝啊 我也不管耶穌是不是上帝啊 就是耶穌是上帝了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不信你啊 聽明白了沒有 我希望我們中間沒有這樣子的人 因為這個太可憐了 如果耶穌真的是上帝 你不信他 你吃虧吃大了 你吃虧吃大了 但願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幾天一起在神的面前 千千悲悲的 來看看這些證據 來思想 這一位偉大 又奇妙的神 我們低頭祷告 愛我們的天父 我們謝謝你給我們這一段時間 我們肯切地求你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動工 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放下自己的成見和偏見 讓我們願意謙卑的來面對你 好讓我們 好讓我們的人生 可以因為遇見你 有一個真實的改變 讓我們能夠找到人生的意義 價值跟方向 更讓我們能夠脫離 罪惡的捆綁與痛苦 求你把屬天的平安 與喜樂 賜給每一個 賜給每一個 來到這個營會的人 但願你 讓你親愛的兒子 在這個營會中 被高舉 能夠得著一切的稱頌和榮耀 我們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寶貝的名 Amen